喂 早安 大家好 又到了周末 即代表 Factorio 出了新的一篇 FFF 今次第384篇 主题是Combinators 2.0 也即是各种运算器的改善版本 在过去几个 FFF 里面 其实他们都不停跟我们说过 将会有一堆跟 Signal 即信号网络有关的改善 今次是其中一篇 这一篇并不是最后一篇 迟些也会有更多 这一集主要是围绕着不同的运算器在介面上或使用方面有什么改善 在制作 Factorio 的这几年里 其实他们也学会了一件事 在很多情况下 如果有一个选项是开启或关闭的话 就不应该在开启时才看到有什么选项 而是应该直接在介面里就可以看到 即使没有开启的选项也好 你也应该可以看到有什么可能性 所以其中一个改善就是把信号网络里的设定永远会显示 就不会像左手边的图一样 你要选择开启了才会看到 有什么可以设定的东西 而右边的一个将会是2.0版本的介面 然后另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时候当你刚刚开始新玩的时候 又或者你玩一个新的Mod的时候 在信号里面你不知道到底你想设定货物的数量有多少 才会触发到你想要做的东西 在新的介面里面他们就会直接显示 你现在在信号网络里面到底有多少这一类型的存货 这样就可以令到你更加容易去估计 到底你需要设定的是多少或者大概有多少才会想去运行 你就可以在这四幅图画里面的这个位置看得到 这样就不论是信号又或者是物品 它也可以显示到到底现在是有多少这一类型的信号或者物品的存货 这个方便令到你知道 亦都可以有一个更加准确的估计 你大概需要多少才令到这个信号去运行 然后就到了判断运算器的2.0版本了 原本他们设计判断运算器就是令到游戏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判断方式 在这里他们就举了一个例子 例如如果当你有超过10块铁的时候 就可以开着盏灯提示你有10块铁了 原本这个判断器就只是可以判断到一样东西 当时的目标就是希望不要太复杂 这样你就可以在很多很简单的判断之下 就可以组合成为一个更加复杂去判断到一些东西 但是由这个判断运算器推出到现在为止 其实它都发觉 绝大部分人想用这些判断器 都并不是用一个这么简单 就是一个东西有多少 然后又做另外一样东西 多数都是想同一时间判断几样东西 例如同刚才一样 你都是想亮灯的 但是你需要的可能就是箱里面有100个鋼、200个铜 还有10个煤才会亮灯的 在一个听下去这么简单的例子之下 你就已经需要到好几个的判断运算器了 甚至乎可以形容这个判断器应该可以做到的东西 是比较像火车的排程器 多过现在判断器的做法 虽然它们的初冲是想着比较简单直接 就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容易去使用这一样东西 但实际上结果就是由于太过简单 所以变成需要的程序就比较多 就直接令到在一有起任何错误的时候 你要debug它 你要修正设计上的错误 就会变得非常之复杂 所以新的判断运算器里面 就必须要做到以下这四样东西 首先在条件方面 就必须要可以同时接纳多种不同的条件 这个就包括并且和或者 第二个就是必须要一眼看下去 就已经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第三个就是可以自由选择接收来自 绿色又或者红色的讯号 第四个就是必须可以同一时间输出多个一种不同的讯号 最后的成果就是画面中的这个界面 在这里很简单说一下 究竟现在这个界面是在做什么 首先由条件就是condition 这一部分开始 它这里就分了两个 上面那两个就是并且的 当绿色和红色讯号线有绿色电路板 而且它是大过0的时候 并且绿色和红色讯号线里面的红色电路板 是等于0的时候 这样它就可以触发了这个条件 又或者如果红色和绿色讯号线里面的电子炉 在不等于信号A的时候 也可以触发到这个条件 当满足了其中一个条件之后 这个判断器就会送出两个不同的讯号 第一个就是把一个绿色Tick的讯号 发送给红色和绿色的讯号 第二个就是把现有红色电路板的讯号 发送给红色和绿色的讯号 我们也可以在下面认识 这个判断器在红色的讯号 接收了8个绿色和红色的电路板 所以令到它第一个条件就无法生效 然后下面它第二个接收到的讯号 就是4个电子熔爐 4个电子熔爐就和A讯号的不吻合 所以这个判断器最终它就会送出 一个有8个红色电路板 和一个绿色Tick的讯号 给红色和绿色讯号 为了方便大家去记得 到底每一个判断器是在做什么呢 它们都新增了一个可以自己输入描述的位置 这样就是在这个界面下面按 Add Description 就可以随便加入你需要的描述 如果你将有这些描述的运算器放入蓝图里面的话 这些描述依然会被保留 在这个 FFF 里面 它们也给了一个例子我们 现在在界面下面这里 就显示了这一个运算器 就是当电量低过20%的时候 它就会传一个Tick的讯号给蒸汽发电机 然后等它们开始去发电 同一时间当阳升器接收到这个讯号的时候 亦都会发出警报去提醒玩家 当它们在判断运算器的界面里面 放了输入和输出信号的那个界面显示之后 它们就希望在算术运算器里面 都可以看到同样的界面 所以它们也对算术运算器的界面 作出了小小的改动 就是加入了输入和输出两个 令到你在设定算术运算器的时候 就已经直接知道结果会是怎样了 那就不需要每一次再出到那个界面 以指着那个运算器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去到最后就有一种新的运算器了 就是叫Selector Combinator 一个选择的运算器 在早前的 FFF 和它们回复 FFF 的移民的时候 它们都多次提示过 说会有一种新的运算器了 而这个运算器就是Selector Combinator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做一些 其他运算器不可以很简单可以做得到的运算 以下就是它们暂时可以做到的东西 但是这一堆并不代表 当它们推出Factorial Space Age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这一堆功能在里面 因为有一些其实利用一个比较复杂的方法 都已经可以达到目标了 所以这个List 就不是最后的定案 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注意 暂时可以做到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可以根据你所给的讯号 就由大到小 又或者由小到大 这样去排除一些讯号 第二个就是可以直接计算 到底有多少个这一种讯号 第三个就是在输入讯号里面 随机找一种讯号出来 这个可以给一个时间的间隔 去重新找个另外一个随机的讯号 然后再下就是判断到底有多少碟数 然后下一个就是计算 到底那个讯号里面所有的物件 等于一支火箭的载货量多重呢 这个就是在Space Age里面才有用 然后最后就是判断输入的讯号 到底那个品质有多好 这个代表什么呢 我就不是太确定 因为官方他们也说了 是迟迟才会再再解释的了 在这里就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可能是指输入来源的物品 它的品质是有多高的 这个就是说之前跟品质有关的 那篇FF里面那种品质 而第二个就可能是说讯号的品质有多好 那讯号的品质我们暂时就没听过 是不是有这一样东西 但是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就先说了 我猜就应该是前者而已 多了这个选择运算器之后 可以做到的东西就非常之多 当然可以做到的东西是甚至乎是更多的 他们也很乐意接受玩家的意见 也都欢迎大家提出这些意见 最后他们也再一次提醒我们 这一篇就不是最后一篇跟讯号网络有关的东西 在他们改善了不同的运算器之后 他们相信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迟些也会继续再改善 当然也有其他跟讯号网络直接有关的东西 会在未来的FFF里面再说 以上就是第384篇FF的内容 以我自己个人经验来说 跟其他朋友一起玩Factorio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直接无视了讯号网络的东西 因为他们觉得介面太复杂 而且要想的事实太多了 希望在这个轨动之下可以帮到他们 也可以帮到一些不敢接触信号网络的玩家 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用信号网络的呢 不妨就在留言告诉我 如果有兴趣想一起吹水的朋友 就记得入我们的Telegram或者Discord 如果喜欢这一类型的影片 就记得给个like我 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好了就这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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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